浴火重生之后的未来啊 开始着手构建起自己的未来宇宙了 不过呢 这一次未来故事的新角色啊 它不是管器不是长安啊 是大名鼎鼎的Lotus啊 8月31日 路特斯科技公司正式宣告成立 作为路特斯集团中英双情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全球总部落户武汉将整合中英德三国研发机构 以及全球资源面向全球市场 去打造高端的纯电智能电动车啊 而未来李斌以投资人的身份出席了路特斯科技公司的成立仪式 这一次以资本牵手路特斯啊 对未来来说可能确实会很重要 毕竟啊 在跑车这件事上 李斌是产套过超跑的甜头的 在2016年11月 未来旗下的电动超跑EP9在伦敦首发 尽管EP9完成了产销 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 它还算不上是未来的第一款量产车啊 与其说它是一辆量产车 倒不说它是一件机械的工艺品 EP9的车身车辆性能 空气动力学设计都已经完全达到了赛车的水准 于是这让未来EP9的售价 十分高昂达到了一千万人民币之多 未来EP9一共下限了两批 第一批六辆新车 李斌分别赠予了六位创始投资人 第二批则有些扑朔迷离啊 据传第二批的EP9下限了十辆 但具体流向了何处 一直都是个谜团 现在来看啊 这些第二批的EP9大概率是被李斌拿去跑赛道了 因为在仅仅温是半年的时间里EP9就刷新了 包括著名的纽北赛道在内的多条赛道记录 而未来EP9的战略价值达到 也构建起了未来的价格与新的天花板 奠定了未来品牌的战略基石 在2017年12月 未来ES8上市 尽管售价已经超过了40万 但有EP9在前 ES8上市的节奏啊 也是相当的稳健 这一次未来牵手路特斯 确实会令人浮想联篇的 尽管多数的新势力造车都是从PPT开始的 但路特斯绝对不是 2017年6月 就在未来EP9忙着跑赛道的时候 吉利集团正式和马来西亚的DRB HICOM集团签署了最终协议 这份协议顺利的将宝腾汽车和路特斯 招揽到了吉利的门下 彼时宝腾汽车是个啥呢 关心的人并不多 但路特斯可就不一样了 这个创始于1948年的超跑品牌 可以说是与法拉利保时捷并列的世界三大跑车制造商 而在吉利掌控路特斯的当年 迅速注入资本 帮助其理清了债务 而路特斯也由此转危为安 在2018年恰逢路特斯成立80周年 吉利便顺势提出了Vision80的品牌复兴计划 并以中英双引擎战略为计划实施的主体 彼时啊 路特斯内部的英国研发公司对此颇有微词 认为吉利把钱投作了地反 直到2020年才如梦初醒 因为这一年英国2030年全面尽燃令正式发布了 得益于吉利大刀阔斧的改革 也让路特斯成为首个项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超跑品牌 几年下来 路特斯至少干成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确立了赛道级作家的概念 在未来十年内 路特斯将在智能驾驶的协助下 将曾经赛道上的超级跑车实现生活化的场景化 用路特斯的话来讲 只要你能拿到驾照就能跑进F1冠军 这一时就要求路特斯必须致力于通过软硬件的性能 主动荣誉从而确保驾驶者的安全 让更多的驾驶者可以感到极具乐趣的驾驶体验 而第二件大事就是路特斯研发了EPA边缘化的架构 EPA架构可支持C加级 D级 E级 以及更高级别的车型开发 采用行业顶尖的800伏三天系统 可搭载92到120千瓦的电量 基于这一价格下的产品可轻松的实现三秒钟破百 第三件大事则是路特斯梳理了完整的五年产品机制 在五年期间内路特斯将会推出三款纯电动智能跑车 包括2020年的一级SUV 2023年的一级四门轿跑 以及2025年的D级纯电智能新物种 如果加上路特斯已经在英国发布的纯电超跑 以及2025年即将推出的纯电小跑 那么上述五款车型将会组成未来五年内路特斯的全球纯电产品矩阵 很显然路特斯靠谱 而未来资本也不是瞎头 遥想当年超跑一啤酒对于未来造车立下了汗马功劳 目前正处于发展瓶颈期的未来汽车 需要再一次借力超跑突破瓶颈 不能否认 未来和路特斯的结合大概率会擦出经验世人的火花 一方面二者都有较强的互补优势 参与路特斯的纯电超跑计划呢 无疑会给未来带来比较明确的发展路径 这一点是当前双方最容易达成产业合作的基础 未来基于三电包括智能驾驶智能网联等领域都有一定的技术储备 并且有一个颇大的用户基本盘 传统跑车制造出身的路特斯在底盘调教清廉化等等方面呢 也是未来不能比的 二者技术的互补的前提和基础 或许在一个恰当的时候就会一拍即合 而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道路上呢 路特斯或许会成为未来的一个突破口 2020年内部戴和马可波罗计划的 未来筹建海外事业部浮出水面 2021年未来官宣进入挪威市场 并计划于今年9月开启ES8的海外交付 另一款ET7将最晚于明年跟进 同时呢交付与服务中心 第二代黄电站等等 服务性设施的铺设也在紧锣密鼓的完善当中 但是啊 未来和其他中国品牌一样 面对海外市场 同样会遇到很多的风险 如果这个时候 未来能够实打实的盘上路特斯这门青啊 对于未来品牌拓展海外市场 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么来看 未来资本的这一次运作的中的胜率是很大的啊 当然了 即便是这样 在面对上述有可能造就未来的美好啊 未来这一步 还是不免会有让人心生疑虑 毕竟啊 在对外合作的过程中 未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的案例 不论是广气未来还是长安未来 落到最后都是个虎头蛇尾 而这一次啊 希望未来不要再辜负路特斯了 对钟 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我 感谢观看